也要用爱来填平缺憾 有位越南配偶呢 他很会做蛋糕 可是不会行销 还好呢 他的宝贝女儿写联络簿 让老师知道他们家需要帮忙 学校还特别联络了移民署 就在外界的帮忙之下 这一度快要倒闭的蛋糕店 起死回生 39岁的越南籍女子软美兰 嫁到台湾13年 生了一对儿女 她凭着手艺 制作台湾古早味布丁蛋糕创业 软美兰做的蛋糕很美味 却因为不懂得行销 加上电租压力 电差一点就撑不下去了 读国小四年级的女儿 在联络簿上写到妈妈的处境 学校主任将情况告知 移民署等单位 大家一起用行动来支持 这位努力工作的台湾媳妇 移民署副署长何荣村等人 16号到新竹 为阮美兰打气 鼓励她坚持创业梦想 第一个祝你生意兴隆 家庭何乐 全家美满 好 谢谢大家 谈起创业初期的艰辛滋味 阮美兰说 咬牙苦撑过难关 实在是不容易 幸好丈夫很支持她 一路上还有许多贵人相助 让她感受到台湾的温暖 也很辛苦 可是我很努力工作 后来然后我学到那个做蛋糕的时候 那我就出来开店 刚开的时候也很辛苦 然后后来就是 一米手来帮忙我 就是心里越来越好 老婆你也很辛苦 你好好加油 现在生意已经渐入佳境 阮美兰更有信心走下去 要继续研发更多口味 让人看到新著名的韧性与勇气 联合报记者王慧英 采访制作